好了 主播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当地时间15号在台拉维夫 和遭哈马斯绑架的人职家属见面 一一向家属慰问致意 不过以色列军方证实 被绑架的公民人数在上修 从126人增加到155人 人职危机难解 纳坦雅胡最重要的盟友 以色列财长也沉痛发声 认为政府失责 而这场冲突中 外国公民死伤人数也持续喷声 以色列计划发动地面战 但解救人职始终临进展 国内反弹声浪再起 海外公民丧命来自国际间的压力 也考验着以色列政府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消息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